汤家海域火山爆发并引发海啸之后 汤家国内受灾严重 物资紧缺 民众生活困难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十分关注汤家火山爆发 对汤家国内民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实际困难 对此感同身受 中方将应汤方请求援助一批应急物资 待当地机场恢复运转 飞行条件允许后尽快运抵 中方十分关注汤家火山爆发 对汤家国内民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实际困难 对此感同身受 为帮助汤家政府和人民渡过难关 中方将应汤方请求援助一批饮用水 食品 个人防护用品 救灾设备等应急物资 在机场恢复运转 飞行条件允许后将尽快运抵 发言人也表示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在汤家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 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危急时刻 祖国永远在你身后 火山爆发后 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 十七日下午 外交部领事司直播连线 驻汤家使馆了解最新情况 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外交部合驻汤家使馆将继续关注 在汤中国公民的情况 提供领事保护及协助 同时提醒在汤家及周边国家的中国公民 要密切关注所在国的预警信息 加强安全防范 总团压事记者北京报道 伤心事述